这是一段恶魔之梯 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永远困在八楼 为了证明真美性 黄景特意跑下七楼 结果呢 他竟然又出现在八楼 同伴满脸惊恶 难道这是个死循环 皆也让小红摆个剪刀手 他亲自冲向七楼 跑过楼梯拐角 同伴们居然就站在楼梯下 小红吓得直接崩溃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早穿秋走进小红面前的一间客房 开灯一瞧 顿时眼前一惊 窗外竟然还有客房 他立刻翻窗跳入窗外的客房 接着就往外走 等他推门而出 瞬间就把小红惊吓出了 他居然出现在小红的身后 这到底怎么回事 蒋伯勒从头讲起 自从帕瓦搬进早穿秋架后 早穿秋的生活就痛不欲生起来 唯独电刺高兴得不行 因为帕瓦让他揉小白兔 一抱着他救命之恩 两人待在卫生间里 电刺呢缓缓抬起手 冲着帕瓦的小白兔 直接恶狼酷实 没成想 手还没无色乎呢 竟然就把胸垫挤了出来 电刺这才发现 帕瓦居然是飞机场 简直毫无手感 电刺快回之后 帕瓦潇洒了一卷 留下电刺站在原地发呆 就这 第二天 电刺回到总部 马其马让他签工作文件 然而 电刺根本不在状态 两眼看着前方 直发呆 两只按着一张随便盖 马其马关心他 电刺 你有什么烦恼吗 电刺表示 就在昨天 我实现了人生梦想 可却发现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马其马一头污水 电刺 你在说什么 电刺直接坦言 昨天 我第一次摸小白兔 但感觉就那样 马其马一沉思 顿时就把电刺 按在座椅上 电刺的心率 顿时直奔 每分钟150次 就见马其马 牵起他的手 居然和他食指相扣 电刺瞬间脸红 马其马又握住他的手 抚摸子的耳朵 让他感觉自己的体温 紧接着 马其马肩咬他手指 你要通过我 咬你手指的力量 认出我 此次的电刺 已经彻底沦陷 他在心底立下食言 此生非 马其马不去 随后 马其马就将他的手 直接放在自己 小白兔上 瞬间 电刺就愣住了 这一爱情般 心痛的手感 直接将他 电倒在地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就在这时 马其马走了过来 他在电刺面前蹲下 居然要跟电刺零距离接触 就在电刺要吻上去之间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可以吗 电刺立马答应下来 就是一千件 一万件 我也照接不握 马其马做回到椅子上 接下来就该谈正事了 他希望电刺 能去击败 枪之恶魔 枪之恶魔 曾在13年前 现身于美国 实力异常强大 他出现那天 不到五分钟 竟然就几乎摧毁了一座城 120万人 因此丧命 其中就包括 早穿丘的父母与弟弟 之后 枪之恶魔就销声逆戒 直至今日 都毫无终迹可循 幸运的是 马其马的手里 保管着枪之恶魔的肉片 无论什么恶魔 只要吃下去一块 立刻就会得到 枪之恶魔的力量 同时呢 这些肉块 随时都在试图 回到枪之恶魔的身上 利用这个破绽 就一定能找到枪之恶魔 马其马认为 电刺有能力 处决枪之恶魔 为了让电刺干净失足 他特意提出个交易 要是电刺杀死枪之恶魔 我就实现你个愿望 电刺立马大开脑洞 啥都可以 马其马当局给肯定 电刺高兴坏了 那就一言没定 枪之恶魔 能死把捏 很快 机会出现了 有家酒店出现神秘恶魔 前驱驱魔的 民间恶魔类人 全部阵亡 马其马推断 这个神秘恶魔 很可能吃下了 枪之恶魔的肉片 绝对不容小觑 于是 马其马让早川丘和季也带队 率领电刺在内的四名新人 不惜一切代价 前驱斩除此魔 早川丘拿出枪之恶魔的肉片 肉片朝酒店的方向活跃着 足以证明 酒店内的恶魔 绝对吃过枪之恶魔的肉片 电刺觉得 可能是枪之恶魔的本体 但被早川丘否定 如果真是本体 肉片的反应会很激烈 为故事切 季也特别提出 谁能斩首这恶魔 他就赏着一个香吻 小红满脸惊讶 大城市里的姐姐 都这么会玩吗 荒井马上起眼 你还没结婚呢 多少得精致点 而电刺呢 已经沉浸于幻想 左手马其马 右手季也姐 我这人生可太完美了 当季 他就带头冲进酒店 手里拿着开山符 直接前冲 什么这恶魔那恶魔的 通通出来 给爷跪下 荒井不服 直接将大锤墙壁上 你别赖喉马想知天鹅咒了 季也前辈是我的 眼前的众人斗志昂扬 唯独小红怕的不行 众人走向八楼 搜捕恶魔 走着走着 季也忽然停下脚步 友善房门 竟然就自己打开 随即 一个古怪的恶魔出现 四名嫌全部下注 其中小红最为恐惧 而恶魔呢 最喜欢恐惧之人 二话不说 朝着小红酒扑了个卷 紧急关头 季也抬手 隔空一转 古怪恶魔瞬间浮功 动弹不得 原来 季也与幽灵恶魔 签订了契约 他把右眼 交给幽灵恶魔吃掉 幽灵恶魔则 交给他幽灵右手使用 此刻 绝佳战机出现 啪啪变出血连症 一记重批 古怪恶魔当场领了喝饭 遍地都是恶魔学界 小红下的摊坐地上 离个劲的翅膀后窜 早全球拿出 将这恶魔的肉片测验 可惜的是 肉片毫无反应 看来吞下肉片的恶魔 另有其谋 众人去往九层 继续搜捕 刚进电梯 荒景又意识到不对劲 墙边间有恶魔的血迹 他赶紧折回去 查看楼梯牌 竟然还是八楼 荒景立马跑向七楼 惊人的是 他居然又回到了八楼 此刻众人才意识到 出了大事了 戒命令小红 站在原地摆个剪刀手 挑镜子一探究竟 结果呢 跑进楼梯拐角 同伴竟然就在楼梯脚下 戒也心慌了 阿秋这是怎么回事 早全球认为 恐怕是恶魔干的 他闯入小红面前的一间客房 开灯一看 窗户的外面 居然又是一间客房 早穿秋翻窗跳过去 接着离开房间 居然出现在小红的身后 可把小红吓得够呛 无奈之际 众人只能栽在屋内 思索对策 早穿秋已经试过所有的办法 无论是上九楼 还是下七楼 都会回到八楼 而且不管进入哪个客房 都会从对面的客房出来 电梯也瘫痪了 枪着我们的肉片 也没有任何反应 另外啊 八楼所有的表 都停滞在八点十八分 总而言之 如果没有破局之策 众人会在八楼困到死 即便马起马 派其他恶魔猎人来救 也极有可能会中此招 那是就是 葫芦娃救爷爷 有来无回 小红怕得不行 恐惧已经击垮他的意志 其实 他当恶魔猎人 并不是他的本愿 他的父母 为了让他哥哥上大学 既然逼迫他错学 去卖霉色 来给哥哥赚学费 走投无路之下 他才选择当恶魔猎人 如今还没赚够钱 就要领盒饭了 顿时痛哭了起来 帕瓦倒是心大 还有心思嘲笑小红 哭起来很丑 荒景欺诈了 直骂帕瓦 不尽人情 姬也赶紧过来 安抚小红 因为人类愈发恐惧 恶魔的力量就越强大 而电刺呢 竟然躺在床上睡着了 众人顿时无言以对 不知过去多久 姬也叫醒电刺 眼下情况有点危险 荒景和小红 已经完全被恐惧打败 指望他俩帮忙 是不行了 早川就一直在找恶魔 虽然一点线索都没有 而帕瓦呢 也有些异常 电刺赶紧去看帕瓦 就见帕瓦 躺在床上 正琢磨着搞个若贝尔奖 然后再当个首相 到时他就让人类 臣服于他的脚下 建立一个帕瓦女王帝国 健壮电刺表示 跟大家平直一样 就在此时 早川就找到众人 有一个坏消息 你们快点跟我来 四人立马冲进客房 居然出现一只永恒恶魔 无处诡异人脸 粘合成一团超大的肉流 帕瓦难以置信 明明将大家劈成两段 竟然还能变这么大 就在此刻 永恒恶魔 提出一个契约交易 只要让我吃掉电刺 不管他是活人 还是盒饭 我都会放所有人走 电刺直接懵逼 我招你惹你了 突然 小红执刀冲出客房 竟然朝着电刺就刺了过去 想干掉他 接受契约交易 为几次刻 早川秋一个高抬腿 将刀踹飞 基野接上一击 重轴攻击 小红直接晕卷 早川秋夹起狐狸手势 发起致命一击 没成想 狐狸恶魔 居然无法进入酒店 早川秋的攻击无效 基野动用幽灵之手 一朝幽灵之怒 永恒恶魔顿时劈开又战 但他实在太肉了 这点伤害还不足以斩杀 永恒恶魔被激怒了 提醒瞬间增大数倍 但他没有还手 而是再次提出交易 恶魔猎人 与恶魔之间的契约 约束性非常强 双方都得遵守 谁敢违背契约 就会领盒饭 所以永恒恶魔提出契约交易 是认真的 众人展开激烈辩论 早川就和契约反对 黄景和帕瓦赞成 帕瓦还想早点出去 搞入贝尔奖 去见他的帕瓦女王帝国 不过呢 因为他是魔人 无法跟恶魔签订契约 所以契约对他不成效 帕瓦顿时180度大转弯 我好嫌啊 来玩胡推相扑吧 电磁破口大卖 你二话不说就要杀我 不跟你玩了 众人陷入困局 再这样拖下去 不这样子也得饿死 早川就沉思良久 决定是逐杀手锏 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拯救大家 然而 既也强烈反对 就算走投无路 也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办法 早川秋这个杀手锏 到底是什么呢 电磁等人 又该如何脱身 我们下期截止说 本期一完 本名叫电剧人 是第五到第六节 本期问题 大家觉得 他们会把电磁交给恶魔吗 觉得不会的 扣三个一 觉得会的扣三个二 之后的内容 波勒会尽快更新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这是波勒新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